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梅视角,我是韩梅 今天是2021年12月31日,星期五 今天是2021年的最后一天了 那明天呢,就是进入了2022年 也就是说2022年的新年第一天 事实上呢,我说话的此时此刻呢 中国已经进入了新年了 所以呢,我在这里祝大家新年快乐 好,我这个视频呢,想跟大家聊一下 前两天呢,在圣诞节的时候 我不是给大家做了一个视频 就是呢,在美国军队过圣诞节的时候呢 日本的这个准航母呢 单独出动来挑衅中国 正在演练的航空母舰战斗群 结果呢,被中国航空母舰战斗群的那个鸡群狂虐 这件事情 那这件事情完了以后呢 日本一方他们是并不甘心的 而且呢,他们也有一点心里面非常的恐慌 所以呢,在圣诞节过了之后 前两天,日本的国防部长和中国的国防部长呢 进行了一个视频通话 视频通话完了以后 中国的国防部公告了这个视频通话的内容 以及其中一个重大的变化 就是双方设定了一个紧急联系热线 关于中国和日本这一次 在海上的这一个小小的较量 以及两国防长进行视频通话的前前后后 美国之音做了一个报道 这个报道呢,还是比较全面的 在事实的叙述方面呢,比较全面 其中呢,他也采访了日本方面的这个军事专家 还有台湾方面的军事专家 那他们基本上呢,是站在日本的立场上 我们就来看一下美国之音所报道的 这个前前后后的这些事实方面的 另外呢,我们看一下呢 他们进行了哪一些的胡说八道 在这个中间呢,我会给予一些分析和博士 好,现在呢,我们就进入他这个正题 他的内容呢,就说 日本防卫大臣安信夫 12月27日和中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 举行了视讯会谈 专家认为,中国同意设置紧急联系热线 可能为诱饭 中国在东中国海的干扰强度不会改变 美日也将继续加强台海防卫实力 那从这个开头这一段呢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就是这个紧急热线的设置啊 这是日本要求的 日本要求设置一个紧急热线 然后呢,中国同意了 就算是这样的 是他们设置了中国同意了 但是呢,他们仍然认为 心里面非常不踏实 认为有可能是中国给他们设置的诱饵 你说有这样的逻辑关系吗 对吧,是你提出来了 然后我同意了 我同意了 你还觉得是一个诱饵 就是显示出来了 日本心里面的那种心虚啊 心里是非常虚的 现在呢,非常的害怕中国 真的是今日的中国 已经不是昔日的中国了 我看到呢,有一个汉奸 在美国之音的这篇文章下面留言 说呢,中国终于可以平视日本了 说好好的庆祝庆祝吧 就是这种酸溜溜的这种话语啊 这是出自于中国人之口啊 你说你在美国之音的这儿看啊 懂中文的日本人 他有可能会看这个呀 然后懂中文的美国人 就是懂中文的全球的人 都会看这篇文章啊 你说你作为中国人 你说这样的一个酸溜溜的一个话 丢人不丢人吧 现在中国这么强大 可以平视日本绝对没问题 让日本文风丧胆绝对没问题 让美国的文风散乱绝对没问题 对不对 你还这么酸溜溜的 你说你丢人不 真的是丢人现眼 好,我们接着看美国之音的这个报道 美国之音说 建立热线祸为诱饵 中国国防部12月27日公布 中国国防部国防部长魏凤和 与日本防卫大臣安信夫视频通话 这是两人自去年12月视讯会谈以来再次的会谈 时间长达约两个小时 超过了预定的时间 魏凤和表示 明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的50周年 中日双方应该按照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 提升战略互信 妥善处理矛盾分歧 实现合作共赢 在本次会谈中 魏凤和与安信夫就尽快开设 日中官员互通紧急联系热线达成一致意见 以明年开始启用为目标 这是中国方面所发布的消息 然后美国之音说 为了避免在东中国海发生 日本自卫队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偶发性冲突 2018年日中防务部门之间 开始运用海空联络机制 但作为主体的热线至今尚未开设 就是说在2018年的时候呢 中国和日本的军方 曾经就开始达成了一个海空联络机制 那会儿就有一个联络机制 那其中也提到了这个主体热线的这个问题 但是呢 这个主体热线一直就没有开通 那为什么说 现在日本主动提出来要开通呢 就是因为这个圣诞节的时候呢 日本以为呢 它背后有美国撑腰 然后中国呢 对它是惧怕三分 结果呢 就主动的开着他们的准航母出云号 出来呢叫板 那中国呢 就一点都不示弱 对不对 等于说就是一个主动的 按说其实它如果在旁边看呢 也是可以的 也是可以的 中国也经常出动这个军舰呢 去观摩美国 日本 以及他们反正甭管是谁 在我们周围的海域进行这个演习的时候 我们也进行观摩 包括在南太平洋 澳大利亚那个海域的时候 都有这样的现象 对吧 按说中国呢 可以不理它 但是呢 中国就顺便 就练练手 让我们的那些飞机呢 就 就贴着它那个准航母的那个甲板啊 就跟那练这种飞行的给它吓够呛 现在就给它吓住了 就跟美国要求一个防护栏一样 它现在呢 就要求咱们能不能开通这个热线 我们时不常的可以通通话 讨论讨论 对不对 那中国就同意了 美国之音呢 就接着报道说 前日本海上保安大学的讲师 明智学院大学法学部的教授 他叫贺田顺 他接受美国之音的这个采访的时候呢 他就表示说 他说热线联系是遇到突发情况时 有效的危机管理机制 目的是降低日中两国意外冲突的风险 真正运用时还必须符合许多的条件 因此并不容易 他说呢 紧急连入热线的运作前提是 日中双方在热线联系所适用的危机情况 以及适用的区域方面的意见要达成一致 然而对于是否将双方在主权问题上存在冲突的间隔驻岛 也就是中国说的钓鱼岛 纳入危机局势区域日中要达成一致的意见实在很困难 我认为此次会谈中对于设立这条紧急联系热线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 两国防务部门已经就设置热线达成共识 而非热线系统未来的运作 他这个说的话呢 我觉得都是废话 日本的这个海上保安大学的教授 说的话一点水平都没有 这里面都说了啥呀 对不对 看来美国之音的钱真的是白花了 真的是白花了 请这个专家来说这个话 然后呢 我们再看他也请来了另外一个专家 就是台湾国立师范大学 东亚学系的系主任林贤参教授 这个林贤参教授呢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 双方在2018年就启动海空联络机制 现在才同意开设最主要的热线 感觉呢 诚意不大 谁的诚意不大呀 日本你先提出来这个 中国就同意了 怎么叫诚意不大呢 他说 如果紧急联络热线 真的能在明年中日建交50周年时 开通运作 确实会对双方建立起一个 相当重要的沟通管道 可以降低彼此的紧张关系 但是已经过了三年了 这个时间点才再谈设置热线 我认为有钓鱼或者是欺诈的协议 事实上 日本比中国更希望在东中国海问题上 与中国有一个彼此对话的机制 中共很有可能是利用日本的意愿 以设置热线为诱饵 要求日本不要太亲美 也不要在台海问题上过多的智慧 他认为 在美日同盟抗中态势明显的时刻 中国以拉拢日本的政治意图为主要原因 同意设置热线的可能性极大 我还比较同意他的看法 就是说这个热线 三年前就已经写在了海控联络机制里面了 但是一直都没有启用 那在这个时候 日本提出来再次启用这个热线 然后中国同意了 这是日本的一个意愿 日本为什么有这个意愿 我刚才已经说了 他就是让中国给吓着了 他希望通过这个热线 能够加深两国之间的这个沟通 让他心里面能有谱一些 不再那么盲目的害怕 对吧 他是这么一个目的 那中国呢 也利用他这个目的 中国就说呢 我跟你走近的话呢 比不走近好 我跟你的军方有这么一个热线 说实在呢 中国和美国的军方之间也有热线呢 对不对 美国在大选的时候 不就是他们的联席参谋长会议主席米利 不就是因为和中国的军方最高层 进行了一个通话 然后被美国进行抨击吗 还觉得说他通敌对不对 所以说像这样的热线呢 中国肯定是不会拒绝的 然后现在和日本之间呢 建立这样的一个热线 那中国肯定是 想从日本的这一方 来了解美国的动向吗 这是肯定是一个好事啊 中国肯定不会拒绝的 至于说日本呢 也想从中国这边得到一些信息 那这个中国就能够掌握了 我想告诉你都告诉你 不想告诉你都不告诉你 对不对 同时呢 就是中国和美国之间 有一个热线的这件事情 公布于众之后呢 对于美国的那些 所谓的盟友心里面呢 也增加了一些不自信 是不是 那同时中国和日本 然后建立这么一个热线 也会让美国心里面打鼓啊 所以这件事情呢 中国肯定是很愿意的 然后呢 美国之音的这报道呢 又设置了另外一个主题 他说是呢 钓鱼岛是人质外交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他为什么会这么说 尤其是这个日本方面 日本方面的专家 为什么会这么认为呢 他这个报道说 根据中国国防部发布的消息 威凤河在钓鱼岛的问题上表示 中国将坚定的维护领土主权 同时也指出 应该共同管控风险 防止矛盾升级 岸信夫对中国政府 在今年2月实施 允许其海警局 使用武器的海警法 以及中国不透明的国防费用增加 和战力现代化等情况 表示强烈的关切 就是还是对中国2月份的时候 不是出台了一个海警法吗 海警法就允许中国的这些海警 在遇到城况的时候呢 可以使用武器 这个海警法呢 受到了国际社会的这个强烈的关切 甚至是指责 但是呢 他们其实是指责不着的 任何一个国家都有相应的法律 赋予他们的海警使用武器的权利 并且呢 在海警船上 他们都有武器 只有中国之前没有 对吧 你之前没有 然后呢 他们甘之若夷 然后你现在要有了 他们就不乐意了 这叫什么玩意儿啊 对不对 允许你们有 就不允许我们有啊 然后日本这个海上保安大学 这个讲师啊 贺田顺 他又说了 他说呢 在间隔诸岛的主权问题上 日中两国只是分别提出来了 自己的主张 各说各话 没有交集 怎么没有交集啊 美国敢出来说 这个钓鱼岛主权是日本的吗 对不对 没有任何人敢说 只有日本人出来主张这个主权 日本的官方 也不是那么理直气壮的 敢说 这个钓鱼岛主权是他们的 他们也只能说 美国把这个管理权交给了他们 然后他说 有消息称 日方强烈要求中国 克制在东中国海的干扰行为 但是中国海警 在间隔诸岛的周边海域的 威胁性活动 不太可能发生重大的变化 其实 中国海警船在12月24日 也就是会谈前的三天 从钓鱼岛周边海域离开 一直滞留到会谈的当天 但是隔天又回到了 临近海域来航行 完全没有因为会谈的结果 而有所改变的意思 然后日本的这个教授呢 他就是说了 就是在两国的国防部长进行会谈的时候呢 中国海警船离开了那个区域 但是这个会谈完了以后呢 中国海警船就又回来了 所以呢 他就说呀 这个会谈 这个联络机制呢 并不会改变中国这些海警船 在这个地方 来主张自己权利的这种状况 然后这个 贺田顺又指出说呢 这么一来 日本对中国海警的回应 也不会有什么重大改变 日本将继续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对侵犯 间隔驻导周边海域 并声称在中国国内法下巡逻的中国海警表达 以造成负面影响的立场 并继续采取相关的措施 要求中国海警船离开日本领海 就是说呢 中国现在呢 每一天都到这个领海来主张自己的权利 那日本呢 他也有相应的行动 来表明呢 他们也主张他们的权利 就两边互不向让 那对这事呢 台湾的这位教授林贤参教授呢 他就认为说 中国不会降低在东中国海干扰的频率强度 他表示说呢 从2012年开始 钓鱼岛的周边就处于日中双方同存共管的实际的状态 双方都认为自己拥有在这片岛屿12海里的海洋执法与事务管理的权利 他说 中国海警船只进出坚隔岛周边海域执法是有固定模式的 如果日方的言行让中国有所不满 中国就会增加进出坚隔诸岛周边海域的海警船的船只数目频率和延长停留的时间 因此坚隔诸岛的问题可以视为中国牵制日本的一种类似人质外交的手法 在这个问题上牵涉到主权 中国不可能有任何的让步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 维持目前日中双方共管的状态已经是最大的妥协了 那台湾的这位教授说的呢 其实还是比较客观的 只是呢 我就指出来他里面的这些用语啊 我不知道是他当时口头的时候 他就是这么说的呢 还是美国之音发表这个文字版的时候呢 给他做了修改 就是他在里面呢 提到中国和日本的时候呢 他用日中而不是用中日 另外呢 当说到钓鱼岛的时候呢 他不用钓鱼岛这个字眼 而用日本的间隔诸岛这样的字眼 这作为台湾的一个教授来说呢 是不应该的 因为按说呀 这个钓鱼岛 他就是台湾的一部分 他就是台湾桃源的辖区的一个街道 原来就是在他的行政辖区之内的 被美国就交给日本以后 台湾就失去了对他的管控权 按说台湾应该出来主张这个权利 对不对 现在呢台湾不敢 那大陆出来主张权利 台湾你不应该跟没事人似的 对不对 然后台湾的教授又说 日本最焦虑的状况就是 万一中国决定侵占台湾时 将一并占领间隔诸岛与其他的西南诸岛 因此已经从各方面强化防卫 不会因为与中国对话 或者是设置热线而改变 然后呢台湾这个教授又说 12月22日海上自卫队与海上保安厅 以假定在尖阁诸岛的周边 遭遇中国军舰袭击为前提 在伊豆大岛东方海域进行联合军演 也实属罕见 那12月底日本官方消息称 日本自卫队与美军已经草拟好 联合行动计划 遇在西南驻岛建立攻击基地 以因应台海冲突 这个台湾的教授所说的这两个件事呢 他把中间的那个圣诞节的时候 中国的航空母舰辽宁舰那个战斗群呢 在西太平洋也就是东海以外的这个区域在这演习 和日本的这个准航母进行了一下过招 这件事呢 他给引去了 实际上他说的12月22号这事呢 是在那事之前 而12月底的这个呢 是在他之后 有前因后果的 但是呢 有一点他说的是对的 就是说呢 日本为什么这么紧张 日本为什么说台湾的事就是日本的事 然后呢 进一步就煽动说 日本的事是美国的事 这就是因为中国如果是解放台湾的话呢 顺带手就会把钓鱼岛就一并收回 这是一个很现实的事情 所以呢 日本是非常紧张的 好 关于这件事情呢 我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 communities 感谢观看